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受了蜂蜜云系通过的影响 在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 甚至在部分的南台湾 都有下起了阵雨 不过这部蜂蜜云系很快的 在今天晚上就会逐渐通过台湾 明天各地就会逐渐转成干冷的天气 目前来看这样子干冷的天气 至少会持续到礼拜三 各地都会有阳光露脸 只剩下在东半部地区 还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震雨 不过提醒大家 这也是一波干冷的空气 虽然说白天有阳光加温 感受上面没有这么的冷 但是清晨跟夜间 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温度都会降到蛮低的 提醒大家要记得做好保暖的工作 那礼拜四开始就会逐步的气温往回升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在今天 就是受到蜂蜜云系通过的影响 存在各地其实云量都是偏多的 那么其中在中部以北 跟东半部地区雨势比较明显 那么在南台湾部分地方 以及山区也有一些短暂震雨的发生 不过刚刚提过了这波蜂蜜云系 其实在今天晚上就会逐渐的远离 明天白天就会回到 比较干冷的天气形态 东北风会带来冷空气 所以温度的部分 其实也会降到蛮低的 特别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可以看到 在今天晚上到明天 雨势就会逐渐的趋缓下来了 接下来就只剩下在东北风迎风面的 这个北海岸 东北角 东半部地区 以及山区 偶尔会有一些迎风面的零星短暗震雨 所以从降雨的分布图就可以看到了 预计在接下来这几天 主要降雨的地方呢 都是位在东北风 以及偏东风的北海岸 东北角 以及东半部地区 其他地方都是多云到晴 比较稳定的好天气 在这样子的天气情况之下 就要留意 刚刚一直提醒大家的辐射冷却效应 中午的时候其实呢 这个温度没有太低 北部的高温是来到了19度到21度左右 礼拜五之后更会来到24度以上 但是清晨跟夜间的温度 还是会降到13度 甚至是13度以下的 所以提醒大家 就是夜温差比较大一点 早晚还是要记得 适时的添加雨 注意保暖了 那么在中部跟南部地区 同样的也是哦 可以看到接下来这几天的高温 其实也都含有22度到256度左右 不过呢 在中部地区 礼拜二礼拜三的低温只有14度 那么在南台湾呢 礼拜三礼拜四的低温也只有18度左右 所以一样的是属于这种 日夜温差比较大的天气形态 中午的时候其实都算是舒适的 有一点闷热 但是清晨和夜间 又是感觉比较凉冷一点 一样的也是提醒大家 多加留意温差上面的变化了 东方部地区一样的也是哦 在这个高温的部分 维持在19度到21度左右 那么清晨跟夜间的低温 则是降到了15度上下 同样的是属于日夜温差大的天气形态 好来看一下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哦 各地呢都还是有受到 风面云系列影响 有一些短暂阵雨 不过到了明天白天 可以看到呢 在各地阳光 几乎都露脸了 只剩下来东半部地区 云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而已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日夜温差都是很大哦 可以看到在清晨跟夜间的低温 都跌破20度以下 特别是在北台湾 来到只有14度 甚至是14度以下的低温 那么白天的高温 又会回升到20度以上哦 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点 大家也要多加留意你的穿着 小心不要感冒着凉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